宜蘭南方澳情人灣無姓男子救人一瞬間 沒想要被大浪捲走 大夥先把小女童救上岸 接著在把無難救起的時候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爸爸不停哀嚎哭喊 老天多不公平 他的兒子妻子原本開心出遊 結果都被二浪捲入大海 等到的卻是兩具冰冷的遺體 讓爸爸看到心都碎了 宜蘭一遭海浪就高達1.5公尺 搜救單位陸海空全出動 因為2日3日共捲走了9人 透過3D還原圖可以看到 當時南澳神秘海灘 海浪高達1.5公尺 而海灘也從3公尺到40公尺不等 當時在南澳海事洞附近 何信教練帶著周姓夫妻 還有另一對夫妻在沙灘騎車 結果一個大浪打來 三輛車全翻車 前兩輛還被捲入大海 現在兩死亦失蹤 何信教練至今失聯 4.0接恩在那批海灘 也傳出女童遭捲入海 無心男子聽到呼救聲跳海救人 自己卻不幸溺斃 傍晚5點再傳一對母子 騎沙灘車遭二浪吞噬 而3日中午南方 又有富人從海裡遭溺斃 同一女子先是在海邊走來走去 接著就被海浪越捲越遠 把民眾都嚇壞了 那批奇人灣3日中午一名富人 就在眾目睽睽之下 重往海裡 救難人員想要下海搶救 但無奈浪太大 紛紛被打上岸 不容易搶救上岸 緊急實行CPR 但送醫後仍舊不知 不僅在盈蘭還有花蓮 也傳出有遭擱淺的船隻 船體被浪襲破浪不堪 只救出自民外籍船員 而臺灣籍船長卻失蹤 仍然在搜救當中 記者宜蘭花蓮綜合報導